这一消息来看到是大陆维权律师陈光诚 他从4月26号逃进了北京的美国使馆 接着在5月2号转往医院待了17天 终于是在今天拿到护照 带着七小一家四口 顺利搭上联合航空UA898的班机 要前往到美国 网友说这个呢等于是他的自由代码 我们也在他登机之前和他通上了电话 他说赶开晚前 陈光诚登机之前内心百感交集 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 为什么呢 怎么说 很多 因为事情的时间长 因为问题的复杂 你会不会担心以后去了美国就回不来了 这个我都不太担心 陈光诚在医院待了两个多星期 终于在5月19号带着七小离开北京 飞往美国 陈光诚上飞机的时候 脚上还裹着石膏 阻着拐杖 但是他更担心他家人的安全 他的侄子出于防卫刺伤了闯进家里的安全人员 因而被控告蓄意杀人罪 恐怕难逃行责 担不担心你的那个妈妈还有哥哥 非常担心啊 非常担心 所以说我并没有急于离开的这种心情 那你的侄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陈可贵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仍然没能见到律师 其实美国早已帮他办好了签证 但是他足足等了两个星期 大陆官方才愿意为他办理护照 从星期三拍大头照 填表格到星期六 短短才三天 就办好了出国手续 显示大陆官方希望在敏感的六四周年之前 让陈光诚出国 以免国际舆论再向中国挑起敏感的人权话题 中立新闻胡奇人戴律 北京报道 这里